241 大眾報 結出長者選舉接受提名 2015年7月15日專報新聞 為表揚長者對社會和家庭的貢獻 鼓勵長者善用萬年閒下,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澳電至2012年起舉辦澳門結出長者選舉 由於得到公眾非常正面的評價 特別是長者們均認同舉辦該活動極具意義 澳電今年決定繼續舉辦此選舉活動 以表揚熱心社會服務的長者 時次選舉獲得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澳門歸橋總會 澳門名愛、澳門特殊部運會及澳門扶康會支持協辦 邀請本澳各界人士參與 以鼓勵及啟發更多退休人士善用如下 繼續發揮所長及服務社會 盛就即極晚年 第四 澳門結出長者選舉 由即日起至8月31日接受提名 凡65歲或以上的澳門永久居民 不限性別及來自不同的界別人士皆可參選 但必須獲得協辦單位或本澳社團的推薦及提名 屆時將由評審團在公平及公正的情況下選出十位極出長者 頒獎勵將於年底舉行 得長者將獲贈紀念獎座及現金獎五千元以作鼓勵 評審團成員包括澳門社會工作局長者服務處處長羅淑夏 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李佩琳 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校長林韻美 澳門長者體育總會理事長鮮智陽 以及澳電執行委員會顧問袁玉明 有關選舉的章情及提名表格以上在於號電網站www.sam.hu.com 詳情可與各協辦單位聯繫或指電 83931208